这就是我就有啥说 这孩子要经过好了 以后就跟客户女一样 跟前有这个小孩 回家都有个问题 不管谁 有家有约 我们这个孩子都行 今天的相亲很有看头 我敢说这次相亲 是这些妻相亲最让我感动的 大哥相亲遇上单身母亲 俩人年轻时经历 那叫一个悲惨 一个经历丧子之痛 一个年轻时遇人不输 为那个痴心汉 剩下一个闺女 这可能就是人们所说的 绳子偏挑细数断吧 大哥儿子走后 前妻也是不告而别 让大哥整得差点 就葬身松花江 谁敢想象几天 失去两位亲人的疼痛 大妈也是 貌美如花的年纪 遇上渣男 怀孕三个月 那个男人就跑了 连个结婚证都没领 就是心地善良 要不然也不会生下来孩子 就是这两个命运不公的人 今天碰到了一起 到底能碰出什么样的火花 今天来乡亲的是王大哥 59岁离异有独立住房 说起这大哥可是个苦命人 别看现在大哥大金戒指戴的 那当初为了戴金戒指 可是吃了不少苦 起早贪黑的赚钱 就是为了给儿子一个好的起步 但是天不遂人愿 儿子突然患病 让大哥从天堂一下子 拍落到地狱 那眼头嘛 扬完头回来 我打电话 老爸我得病了 我去咋的 我到他一看 腿和脚都肿 连后脚也肿 就属于尿蛋白底 血蛋白狗 扬完头的时候 完了上厂层一大 一检查 去检查出来 从那之后大哥起早贪黑的挣钱 早上十点钟去卖菜 下午一点钟去卖水果 一直忙到半夜才能回家 但是就这样努力赚钱 给儿子治病的样子 还是没能感动上天 老天爷也是带走了自己的儿子 最难受的是 当初大哥在外面拼命挣钱 根本就没见孩子最后一面 到我到我家 其实你都有一小时的 那就是痛 那我就是啥都不是老了 这四一年 我儿子养松花江的天 只有当过父亲的人 才能明白大哥说话的意思 谁不想自己儿子健健康康过一生 哪怕用自己的命换也值得 但是老天爷就是不给他机会啊 麻绳专挑戏处断 厄运专找苦命人 儿子走后第三天 妻子奥话不说就离开了大哥 那时候还以为妻子是伤心过度 回家散心 但是六个月后等来的却是离婚协议书 这可让大哥一巴掌给打进冰窟窿里了 得了 咱可别问大哥的伤心往事了 既然都选择来相亲了 那就好好相亲争取遇到一个好大姐 那大哥想找啥样的老伴呢 一招被蛇咬十年怕警生 大哥不是养不起 是怕看到别人的儿子跟自己朝夕相处 总能想到自己的儿子 我们也明白大哥的意思 在红娘不懈努力下 终于是找到了一个各方面都符合要求的大姐 余美娜家吗 是是是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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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大姐39岁未会有独立住房 惊讶不惊讶 大姐马上40了还没结婚呢 大姐虽然没有结婚 但是有个三岁的女儿 要问为什么 问了就是当初大姐碰见了渣男一个 俗话说的好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 就属于耍流氓 那渣男妥妥的就属于耍流氓 留下各种就抛弃了大姐 当初大姐太傻以为遇上了真命天子 可是男人总是绕不开出轨这道海 而且俩人还没有结婚 那大姐是更管不住男人了 虽然没结婚 但是当初大姐就已经怀了男人的孩子 后来孩子生出来后 也是尝试过让那个渣男过来生活 可是人家就是不同意啊 这就是所谓的吃干抹净就跑 但是大姐还是渴望有一段爱情 所以来相亲了 那大姐想找啥样的老伴呢 但内心还特别希望有这个感情 比如说她是离婚的 她孩子需要什么 能帮就帮人家 不要太计较 对男的工作也要求吗 工作的话 反正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 你只要你肯吃苦 你勤劳 你总是有生活来源的 但最好我也不一定说要求你有个什么 朝九晚五正规的工作什么的 但是最起码你得有生存的这个手段 那得了 大姐跟大哥都是想找个温暖的依靠 你俩赶紧见见面吧 王正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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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着你久等了 没没 久等久等 你这买的啥呀 这买的水果 你是那意思 你这也太见外了 我们家是最怕的就是欠人情感 谢谢 没事 太见外了 太见外了 他说那什么 他说到中午了先吃饭 然后一会儿去家 你要是冷你就向家溜达溜达 我帮你拿着吧 快沉着 不用不用 我低了 我低了 那你喜欢啥 你就来一个来点个性的 我啥都吃 没有不吃 你来了你帮我拿 不用 今天我买的 那你不用 石头剪 那我吃 哈哈哈 一会你输 你输了 我赢了 我就不去买 我赢了 要嗨 你俩是来相亲的 又不是来客气的 还石头剪子布呢 你俩在客气一会 我都怀疑你俩耍阴谋 想让我们节目组给买单 该吃就吃 客气啥 那既然见面了 俩人对彼此的印象怎么样呢 行 朝那样就不是 就是点菜就看 什么 不是抠嗽呢 挺大气的 我觉得 我就说第一感觉 没有对他挺好的感觉 就是他的人很厚道 很厚道的原因 就是他拎这么沉 那么大一包的水果 里面什么都有 然后 站了在里一个多小时 你看看 所谓患难相惜 在俩人都得知 各自悲惨的经历之后 俩人是非常珍惜对方 随后俩人也是按不就班的 了解了各自的经历 我没时间 我吃了我 大孩子 你家孩子多大了 嗯 才三岁 大哥说一下 你这个孩子 什么事 对 他还不知道 我是在那个外地 外地那时候吧 我原来也做点生意 后来停下 停下了又去了 去了就是住那地方吧 刚好有邻居 有个邻居认识了 认识了吧 他的遭遇 他给我说的意思就是 他前妻不要他了 然后有个小孩 有个女孩 就觉得挺可怜的这个人 当时我也是大龄了 然后家里也催 就是我那时候三十五六岁了 家里就催 就是好来你得找一个 是吧 然后我就 因为以前也就是封闭感情 这样我就试着跟他接触 他接触认识半年吧 就无意中就有小孩了 说一看他这个年龄 他也倒了药牌子的那什么 当时三三月确实就是 怎么也是 好痠 而且小姑娘都比较天心 孩子从来没见过他这个亲生同情 有小孩还能开着心 我东西呢 一在这接触 主要还是姑娘符合你要求 对呀 以后有个伴啊 这不挺好吗 他大一点就革心了 他现在小 是 三岁的 三岁的小孩往下好忍 有个孩子还比没有还强 孩子也没问题是吧 你看看 两人都知道对方的不容易 非常的体谅对方 大哥也是因为儿子的事情 非常渴望有个孩子 奈何身体不允许啊 但是今天这不是送上门来一个孩子 这可让大哥给高兴坏了 但是高兴归高兴 正是还是要说的 虽然有孩子了 但是老头可是有顾虑的 毕竟自己总不可能摆养对方的孩子 咱要约法三章 但是有一点就是后话 以后就是真正给你写过的情况下 就是跟他爹一点联系都不行 那咱说话没毛病 对不对 什么意思 就是跟他父亲根本就不能联系这个孩子 那是亲生父亲是吗 再联系那我就放不上来 要说是男人都会有这方面的顾虑 毕竟如果在一起了 大哥是要养女儿了 而且这个女儿还不是亲生的 生怕到时候养成人了 到时候跟着亲姐跑了 那就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大姐也是表示理解 毕竟这些东西是属于情理之中的 大姐说了 这点你就不必担心了 因为自己早就跟那个男人断了联系 这个不可能 因为我试图有几次 给他机会让他来都没办法 说实话 这俩人是真的想找个称心如意的老伴 说了这么多话 俩人是压根就没说钱跟房子的事情 纠结的也就是孩子的事情 俩人都是以孩子为中心 以照顾孩子为半径过日子 全部围绕孩子 金钱房子什么都是耳边风 这时候大哥也是默默做出决定 所以我说你就是你 彼此这个好感 你就是出去上上上 留个微信上 留个电话 一段点了解 行 人家也不是一天两天 咱们得几个月的地方 天天地就有一段点了解 我的关键吧 就是对 互相去了解 你俩是在往情侣的方向发展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吧 缘分就是这么奇妙 孩子的事情一出完 其余的事情都不是是 在吃完饭后 大姐要请大哥去家里看看孩子 让孩子认识一下大哥 可是进去之后才发现孩子已经睡着了 但是大哥可是看入迷了 毕竟自己的孩子已经走了 如果真相亲成功了 这孩子马上要成为自己的心头肉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看 这大哥眼里是不是全都是孩子 眼里充满了家庭的渴望 喝对孩子满满的爱 即使孩子已经睡着了 但是也是用爱的眼神看着孩子 最后俩人也是决定要好好处处 争取给各自一个温暖的家 给孩子一个完整的童年 本期视频宣布相亲成功 好了 我是爱解说相亲的猪猪 我们下期再见